这个男人正坐在沙发上 可身边的一切却在快速发生着变化 原本的家竟然一瞬间变成了餐厅 更让他害怕的是 他居然在镜子里看到了一张陌生的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有的一切还得从一起车祸开始说起 这个男人从一起车祸中醒来 看着反光板里的自己 却觉得如此的陌生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是谁了 警察告诉他 车子的车主并不是他本人 而且他的肩膀上有枪伤 他预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男人决定自己揭开真相 根据随身的门禁塔 他来到一处高级公寓 从飘距上看到他应该叫阿浩 而就在此时指针指向十二点 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他穿越了 并且他又变成了不同的样子 更恐怖的是 而以为自己叫阿浩的男人 却看到阿浩本人走上街道 还在自己的眼前被一辆车给撞飞了 之后阿浩便被人绑走了 男人安抚着自己狂跳的心 从头里摸出证件 这次他不再是阿浩 而是变成了李星佑 一个快递公司的部长 你不相信 男人不敢回到别人的公司 只能在外面闲逛 这时他碰到了失去记忆后 第一个认识的人 帮忙报警的石皇叔 石皇叔自然是不认识 眼前这个李部长的 虽然男人把自己变身的经历 讲给石皇叔听 可这种荒谬的事情 在谁听来都不可能相信 石皇叔只觉得男人是心里有问题 为了安慰男人 石皇叔给了他一只热狗 可这时 坏事又发生了 男人接过石皇叔手上的热狗 身边的一切在此发生可怕的变化 自己又变出了另外一副陌生的面孔 他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附身 一些奇怪的记忆再次轮番上 男人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地下室 面前跪着的 真是第一任宿主 也就是那个阿浩 而这次 男人变成了一位好像老大的朴市长 那好像正在审讯阿浩 地下室的外面 还隐藏着一个超大的会所 经过三次的变化之后 自己是谁没搞明白 可他终于明白 每隔12个小时 他的灵魂 就会附身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也就是12小时 他就会换一副身体 那他的本体到底是谁 想要寻找答案 就要回到原点 那辆车祸撞到报废的车里 一定还有别的线索 果然在车座的下面 他找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 这个女人 曾多次在男人的记忆中一闪而过 他到底是谁 这个女人或许就是事件的突破口 根据照片上的背景 男人找到了附近的一所教堂 他守了一天却一无所获 可在他刚想放弃的时候 女人却出现了 男人想解释 可女人根本不给他机会 这个江里安又是谁 男人一个反转 却掌握了主动权 科远身体居然还能继承一部分能力 可他还是没问出女人到底是谁 还让他从眼皮底下逃走了 冥冥之中 男人觉得 这个女人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男人只能从朴市长身边的人开始入手 因为他们和女人都提到过一个名字江里安 果然不出他所料 小市长的手下果然认识这个女人 女人叫珍雅 住在附近一所公寓 可他没想到 那个叫阿浩的人 也就是他的第一任宿主 已经被他们吊死 男人的头突然一阵剧痛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随着十二点钟的指针闭合 自己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男人 每隔十二小时就会换一次身体 遇上车祸之后 他的灵魂会不知不觉寄宿在别人身上 可偏偏自己刚刚失忆 他也不知道他是谁 这次他变成了被通缉的特工刘助理 还好他记住了珍雅的地址 随即来到了他的家 根据在家里找到的驾照 男人终于知道 所有人都提到的江里安 是珍雅的未婚夫 而江里安很可能就是他的本体 可这个江里安现在到底在哪呢 男人想起车祸当天 这里还有个行车记录仪 男人找到拿走记录仪的识荒书 几经周折 那张存在重要信息的卡片找到了 男人看到第一任宿主阿浩 扛着一个受伤的男人 上了这辆车 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这时两个特工冲了进来 男人只能把SD卡 悄悄放进了石荒书的兜里 时间正好来到了12点 男人再一次改变了宿主 变成了朴市长的手下大毛 看着他们正在跟踪未婚妻珍雅 男人直接一个紧急刹车 把车子混在了路边 就完珍雅 他还得去找SD卡 而这时的石荒书 已经被朴市长抓进了地下室 因为顶着一张手下大毛的脸 男人成功救走了石荒书 再次打开SD卡 他终于发现 车子最终停在了刘助理的公司附近 原来刘助理跟江里安是最好的朋友 他把受伤的江里安藏了起来 此时的江里安 已然是一副植物人的模样 可他又为什么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男人忍不住靠近 一瞬间所有的记忆重新浮现 他终于记起了到底发生过什么 原来朴市长本是他的领导 他们同属于情报局的议员 一周前他们奉命去逮捕一群毒贩 却发现现场丢失了一批新型毒品 据说此毒威力巨大 能实现彻底的身心分离 价格贵的离谱 而朴市长去认定 就是突然消失的刘助理偷的 还向上级通报同击他 男人跟刘助理是好朋友 刘助理两天前告诉他 东西不是他偷的 他只是在调查这件事 却发现自己突然被人追杀 说完还往男人兜里塞了个U盘 男人刚开始不信 还带了朴市长 把刘助理给抓走了 可回家一看刘助理说的居然是真的 局里有人黑肢黑头毒品 可画面太黑看不清楚 当天晚上男人就接到朴市长的电话 未婚妻真雅被抓走了 刘助理也被绑来了 朴市长就是这个幕后黑手 他要除掉他们三个 顺便把罪名栽赃给男人 他给男人注视了毒品 毁掉了藏着证据的U盘 马上要制造一个谋杀未婚妻的场面 却没想男人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 在毒品的作用下 灵魂直接转移到了手下阿浩身上 之后他就下未婚妻 把失去意识的自己 藏在了刘助理工作的厂房里 这时朴市长的人找来了 一起找来的还有未婚妻真雅 男人安排施荒书带着U盘 和人事不省的本体逃走 自己则用大毛的身体 去保护未婚妻 关键时刻代表正义的李部长出现 原来他是情报局的一员 可让男人始料未及的事 李部长才是真正的幕后大佬 票市长不过是个傀儡 男人被当作叛徒一巴掌打婚 但他再次醒来时 自己被绑在一辆下沉的汽车上 车里还躺着人事不省的刘助理和胖子 看来男人又被安排了 他想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可他忽然想起 之前附身的五个人 都是前两天的在场人员 只要胖子不死 他就能得救 这个时候他赌了一把 拧紧全力送胖子逃了出去 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救出真雅 此时的票市长已经野心爆棚 直接把阵主理部长都打死了 他要亲自卖掉 就有毒饼赚一票大的 男人冲了进来 票市长懵了 胖子是什么时候爱上真雅的 为了救他不惜于全世界为主 但很快他就用 胁迫女主真雅这招 知道了真相 这个不停变换面孔的男人 就是江里安 两个超级厉害的人物放在一起 就是两败俱伤 不停地撕打 然而朴志长望了 他身后还有个真雅 真雅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从前的仇人 都在一个一个地帮他 可面前保护他的江里安 也缓缓闭上了眼镜 真雅带着江里安的本体 回到了家 他不知道这个深爱 他的灵魂还能不能苏醒 但是他知道自己会永远等下去 他就会永远等到达 他就会永远等于 那我们的钱都会 能当中后 很难以赞 共云 共云